那么副总统候选人究竟在大选中扮演的怎样的角色 那么今晚的副总统辩论有哪些看点呢 我们现在连线正在辩论会议会场外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 小夏你好 林长你好 小夏我们注意到一个民调非常有趣 说这个近三分之一的选民都不知道 或者说不关心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搭档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这个竞选搭档在竞选拉票的过程当中 到底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足轻重啊 其实也不是 一般来说在挑选竞选搭档的时候 你们都会通过 比如说一个是南方 一个是北方 一个是东方 一个是西方 等等这种方式来动员更多的选民 这一次两个副总统候选人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任务 对于这个希拉里的副总统候选人 庭穆凯恩来说 他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出错 因为希拉里是个不怎么出错的人 如果副总统候选人 给他捅个马封锅就不好了 所以他就选择了比较稳重 小夏我们知道 现在的这个竞选搭档 可能就是明天的副总统了 那么在这个入主白宫之后 副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到底在哪里 有些人曾经开玩笑说 副总统就是一种吉祥物般的存在 你认为呢 所以这副总统啊 就看哪个总统 哪个权力的总统呢 总统要是把更多权力交给副总统 那么副总统权力就大 总统要不交的话 副总统权力就小 我们记得当时 20世纪权力最大的总统是罗斯福 就是这个30年代实行新政的罗斯福 当时他的副总统权力小到什么地步呢 他最后一任副总统杜鲁文 后来当那个罗斯福突然去世的时候呢 杜鲁文进了办公室 结果呢 国防部长史丁生过来跟他说 总统先生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汇报 他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在发展曼哈顿计划 美国在发展原子弹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总统竟然没有让副总统知道 可是我们也知道 有些很有权力的副总统 比如说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 那么小布什的外交政策 在国际事务上基本是听他的 我们也都知道 小布什的班子里 非常多切尼的人 因为切尼当过国防部长 而现在奥巴马的副总统 就是这个拜登 虽然在 他原来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在外交事务上非常有经验 可是奥巴马呢 并不是特别赋予他很多权力 以至于有一次拜登都跟人抱怨说 跟报纸交交抱怨说 你看奥巴马带来那么多芝加哥的人 都说不上话 所以这是每个副总统的权力怎么样 是不一样的 看总统的决策力 那么小夏今天晚上的这场副总统辩论的 最大的看点在哪里 你刚刚介绍了说 可能要一方面要看一个人是不是足够稳重 还要看对手是不是会犯错误 那么除此之外 在政策的议题上 这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在哪里 政策议题这两个人应该是水火不相容 其实原来提督凯恩是个相当保守的人 是民主党里的保守派 也就是说他是拥枪的 他是也是反对这个 他自己个人 他说我个人反对堕胎的 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 但是呢 最近这些年呢 他越来越往左靠 特别是当了希拉里的不同的候选之后呢 他更多是 他是就是整个政策主张上 比如在堕胎啊 在枪支啊 在这个社会福利等等的地上 他都是更加倾向民主党主派的 而彭斯是共和党里的右派 我们都知道 当年在查党出现的时候 彭斯是第一个在国会中站起来支持查党的 他印象支持保守的社会政策 反对堕胎 支持拥枪 而且他是在 在经济政策上 他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削减政府的力量 好的 看来今天晚上的辩论还是值得一看的 谢谢小夏在辩论会会场外 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谢谢